下不停的雨讓天目棒球場 紅塗遍泥漿 黑寶棋四強戰也被迫演賽 新大富農滿心期待 要和古堡一較高下 一早從台中打巴士北上的他們 只好再坐兩個小時回家 非常懊惱 就是已經昨天晚上有特別訓練 就今天沒辦法比 有點懊惱 加強打擊 然後我們的老大哥張偉生 有稍微把我微調一些動作這樣子 就是想說今天可以好好拿出來這樣子 結果沒辦法比 可能今天就是我丟 只是不知道是先發還是後援 因為多休息一天 對自己絕對沒壞處 還有再多一天給自己調整的機會 上屆拿下亞軍的新大富農 今年不管是王牌投手林逸辰 或是隊友口中的keyman 主戰捕手李承霖都是高三升 面對自己最後一次的黑豹棋 目標當然不用多說 要比去年還要好 目標就只有一個 當然目標冠軍啊 就是可以拿到冠軍啊 幫我們拿冠軍請我們吃牛麵 他自己煮的 他很會煮牛麵這樣子 他的牛麵是超好吃的 今年就是剩一個那個 我們那個低肩車頭的那個林逸辰 現在就是都是靠他對我比較多 還有一個就是李承霖 不過李承霖是主戰捕手嘛 他只能用在那個後援方面 那那個打擊方面是沒有 都是跟去年一樣啊 就是投手戰力是比較差一點 今天拿下第二名 今年當然希望可以拿冠軍啊 今年旅美與皇家簽約的學長王志廷 也在秋訓結束後返台 並跟著新大富農隨隊出征黑豹棋 希望用自己的經驗分享 陪這批學弟們一起完成去年未完成的冠軍夢 會來投育新聞採訪報導